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梦想之名 角逐最佳编制 欢迎来到生活最有戏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海洋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好戏见证官孙涛 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第三赛段团队积分赛的竞演了 涛哥你也知道啊 前两个赛段呢 我们的编创们是单兵作战各显神通 那在接下来的第三赛段呢 我们的所有的编创将会进行的是团队作战荣辱与共 哎呀 怎么样 您是更喜欢单兵作战呢还是更喜欢团队作战呢 我跟你讲海洋我们这个竞争啊越来越激烈了 我当然是喜欢团队作战 因为一个好的作品的诞生 它不是靠一个人编导演缺一不可 所以这个团队作战是最精彩的 也是我今天特别兴奋的地方哦 我希望能够出现好的作品 没错 这一赛段的作品呢 将会得到更多编创们的助力 但是在生活当中呢 会由我们君小宝千亿活君来助力 这样呢就能保证我们所有的编创 健康一步到位 创作永远不累 本节目由千亿活君君小宝独家冠名播出 千亿活君君小宝一生君就选君小宝 海洋啊 您有兴奋了 我佩服了 这个口波波子跟绕口粒似的 既然我们是组团作战 那么是谁和谁成为一个组组 是一个团队 排名前三的队长进行组队宣言 如果喜欢该名队长 就请为他拍灯 如果我们合作 或者我们参与创作的作品 最好还是要有戏曲元素 我特别珍惜和大家学习的这个机会 我现在找不了 戏曲找不了 就是首先我不会过多干涉大家的创作 我不做那种一指气使的事情 我只做锦上添花的事情 就如果你需要点子和本子 就找锁子 好吧 就是可以 我写您演 然后我写您导 然后我写您家梗 都让我写也没问题 给我拍他 给我拍他 拍他 来 亮灯 拍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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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为大家揭晓他们的组队情况 好 请我们最新组队完成的三个团队的队长 来分别介绍一下你们的团队 据说还有你们新的口号了是吗 来 准备好了 大家好 我们的队名是 成 我们的口号是 成 好戏来相会 我们是长江厚浪队 我们的口号是 长江厚浪队 我们的口号是 长江厚浪队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你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拍在沙滩上 是不 我觉得你们这一次的比赛 就看谁把谁拍在沙滩上 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编创 也请大家回到我们的观点区 我们这个编创们已经集结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第三赛段团队积分赛的规则 第三赛段为团队积分赛 十一组编创 将分为三个团队进行竞演 本赛段分为 人物 事件 场景 三大主题赛 每场主题赛中 三个团队各自完成一个作品 现场80位观众将进行实时投票 每场竞演中 团队作品所得分数 将进入每一组创编的个人分数 进行积分排行榜的排名更新 排名前五的编创 将进入最后一期收官盛典 共同角逐最佳编创称号 那我们今天呢 是第三赛段的第一场 我们究竟主题是 人物 事件 场景当中的哪一个呢 有请我们今天的主题宣讲人 有请 大家好 我是主题宣讲人邓杰 今天呢 现场来了很多的年轻人 有年轻的编创 年轻的观众 还有年轻的主持人 海洋 还有不太年轻的孙涛 但是他永远不老 这让我想起35年前 也是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 每个人都卯足了劲 就是为了完成一部经典剧作 《红楼梦》 对 那就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 这部戏呢 《前前后后》拍了三年 我也有幸呢 因为王熙凤这个角色 被更多的观众记住和喜爱 创作可以是件辛苦的事 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 但是它必须是件认真的事情 在拍摄《红楼梦》那三年 剧组里的每一个人呢 都是红楼迷 王复林导演呢 不只是要求我们演员 而且要求全剧组的演职员工 都要跟我们大家一起学习 正是大家这样 金仪求金的精神呢 让电视剧《红楼梦》成为一部 让大家津津乐道的经典 今年的高考作文题 也用到了《红楼梦》相关的素材 所以今天的事件主题 是高考作文题出了《红楼梦》 希望我们年轻的编创朋友们 能根据这个事件 创作一个不低于八分钟的喜剧作品 希望你们也要勇于挑战 勇于创作 创作出属于你们这个时代的经典 谢谢大家 好 请邓杰老师来到我们的观演区 王熙凤 那时候你还没出声呢 我也没出声 这回请邓杰老师来是最合适不过 因为邓杰老师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 非常凶的 确实有压迫感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所以一会儿邓杰老师 要是对你们的作品批评了 你们要虚心接受 一定接受 你先不要给人那么大压力 如果邓杰老师要是表扬你们了 那是说明我做邓杰老师的思想工作 做得比较好 郭全甩给邓杰老师了 接下来呢 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竞演 首先登场的是我们的成了队 成了队 说说你们怎么解的这个题吧 那个第一次拿到这个题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会发现这个题 非常的困难 然后我们就得先破题 通读了一遍 喉咙梦 对 这是破题 这是什么破题 好 这个谐一梗 好 谐一梗 好 谐一梗 对对 现挂 现挂 这有可能是接下来最炸的梗了 珍惜 对 就这个题我拿到手里真的 我当时脑刮得猛猛的 就我在想 这怎么演小品 然后最后决定写一个 毫不想管的故事 毫不想管的故事 他们是真的觉得这个题难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作品 能够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好吗 好 好 去做准备吧 好嘞 加油 加油 最开始我最不想碰的 就是这个主题 因为它确实 我觉得太难了 对对 why 这肯定是挺虚开的 对 这个思路对真不错 有机会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又能带包伙 又有文汉厚度 又有导演态度 一千条道可以让你的作品成立 还能够包饭 你怎么就给我选了这么一条 完全死不通的东西呢 人没了 您最擅长的东西呢 疯了 疯了 你们刚才是被提意见了吗 我没听着 提意见这个词又出了真正圈 对 那应该就是你那孩儿了 这就是那个 就是挨骂的时候 走完台之后收到了一些修改意见吗 我觉得都很正常 改吧 改呗 那我个厕所偷摸哭 你能看见吗 虽然我也不哭 行 小军琳 好 好 这样的法律版了 这个小品我没有局限在《红楼梦》本身 而是定位在了他的作者曹雪芹身上 我觉得曹雪芹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因为他后期在卖画为生的时候 他还依旧艰辛地去创作 我觉得这个精神就很难得 所以说 我觉得创作者一定 不要去考虑外界的环境如何 甚至都不需要考虑自身环境如何 你只要去考虑自己想表达的是什么就行 接下来请介绍成乐队的作品 《三位书屋》 公元2100年 作者图书馆应运而生 在这里你可以进入AR世界 与书籍作者面对面的交运 哎呀 这科技感也太强了 您好 请将脸放在指定区域 系统将自动登录您的会员卡 登录失败 登录失败 请注意 门前有变卡 请注意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你看你这啥门禁呢 我刷半天了进不去 不好意思 您说一下会员卡 我来帮您登录一下 没有会员卡 那您在这扯啥呢 这样吧 给您办一张 刷卡成功 先生 您现在已经成功办理了 我们AR书屋的会员卡 接下来您可以在这里 选择三位作者进行交流 不瞒你说老板 我今天来这里只办一件事 碧人呢 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 不过最近这个小说的销量 一直不太好 读者也不是很满意 所以呢 我就不想追求什么 文学修养啊 艺术真谛了 我就想知道写小说 它怎么样能挣钱 那您来我们这里就算是来对了 系统为您自动推荐了上个世纪最赚钱的作家 谁呀 真雄老师 真雄老师 哎呀 真雄老师 就他了 好的 那请您戴好眼镜 准备进入创作者世界 请 这还是讲的一个未来的 水文不是摆烂 但是我们创作的 谁呀你啊 老师 哎呀 这太逼真了 我向您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阿伟 跟您一样 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 这次找您呢 就是想了解一下 怎么样才能把小说写得像您一样挣钱 想挣钱 哎 找我就对了呀 小说作家靠什么挣钱 诶 诗 哪 诗 诗 诗写得越多越挣钱 诗 诗 果然是来自沈阳的编剧啊 那 那老师 请问怎么样才能把这个诗 写得多呢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思念 你咋写 这题我会 老师 如果写思念的话 我就应该写 我想你呗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就你这样的 他能挣到钱 那就怪了 你应该 这样写 二位走的第一天 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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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走的第二天 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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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走的第三天 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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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伟走的第三天 哎 老师老师 就照你这么想 上天 好好是 유� 再 上天 您就是这么发家致富的呗 哎 这都是小意思了 我再给你来个绝活 好好好 表白 你咋写 表白的话 那就应该写 我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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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爱你 哎呦 上道了上道了 哎那还不够 你得这么写 我爱你 我对你的爱 满了 酿了 冒出来了 撒一地了 汇成了小溪 小溪汇入了小河 小河流向了大海 变成了小雨 滋润了我的心窝 我对你的爱 又满了 又冒了 又酿出来了 又撒一地 那个老师老师老师 你写的这个应该就是水文吧 什么话 挣钱就是胜利 我明白了 老师 你这么说 我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了 真明白了 明白了 那我考考你 分手 你咋整 分手的话 那就应该这么写 不 不 不 你说什么 你说你要跟我 分手 分手 你这个行啊 我都没想到 既然 你要跟我分手的话 那就请你 给我个理由 太行了孩子 就你这个写法 那钱准飞便了呀 体育神仙剩余五秒 哎呀老师 我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 不过我觉得这么写固然可以 它是不是太水了呀 记住我们的口号 水文不是摆烂 那是我们冲作的状态 只要写得多 我就能站起来 顾客 怎么样 体验的感觉如何 哎呦 这个老板不瞒你说呀 我现在这个思路啊 一下就打开了 短短的几分钟 我简直是踢壶灌顶啊 但是我觉得 光凑够字数也不够啊 是不是内容上有点欠缺 哦 好的 系统为您自动推荐了一位 上个世纪 最受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家 谁呀 男派三嫂 这人 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人你可能没听说过 但是他的作品 你一定看过 他曾经写过 霸道总裁爱上我 重生之女王归来爱上我 主妇的反击之 爱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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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咋的 就非得爱上他呗 读者真的都非常的爱他 而且呀 他写了一千多部流量小说 怎么样 想不想跟他交流一下 别的不说老板 就冲他写了一千多本热销的小说 内容上一定没有问题 我得跟他学呀 好 那就请您戴好眼镜 准备进入创作者世界 请 好 三嫂 你好 你好 妈呀 你是男的 不明显吗 你谁呀 不好意思老师 我可能有点冒昧了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 我跟你一样 也是一个写小说的作家 不过我的小说吧 一直没有人们什么读者喜欢 所以我就想向您请教一下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小说写的 就是热销畅卖 哎呀 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 我就把我的绝技传授给你 你记住啊 要想读者喜欢 牢记三个要素 那三要素 狗血反转加烂雷 什么叫狗血 狗血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样 我一边说你一边演 印象更深刻好吧 来再好啊 你是这本新书的男主了 哎 你是这个职场精英 商业巨鳄 一天早上 你驾驶着你的私人飞机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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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后终于得到了你们家族的认可 老师 我家人都亡了 咋认可的 托梦 托梦告诉你的啊 这个你们好不容易洗尽连理啦 洗得贵子啦 突然发现孩子不是你的 你非常的崩溃 然后振作 你又遭受了你好兄弟的背叛 你再度崩溃 你总是振作 然后你就崩溃振作 崩溃振作 崩溃振作 正当这个时候 女主突发疾病 送到医院抢救 生命垂危 啥病啊 这么严重 急性蓝脸 你看吧 我就说不能下吃东西 然后你看到你心爱的女人那么痛苦 你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你把你的蓝尾拿出来 移植到她的身上 那晚上宅了得了呗 移植她干啥呀 这个因为你这个手腕术之后 你伤口没人给你缝 然后你就死了 啊 死了 躺下死了 对 你死了 死了之后这个女主苏醒了 看到自己心爱的男人为她付出那么多 决定随她而去 亲爱的 我要把她还给你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男女主抖死了之后怎么进行啊 然后进行第二步反转 反转 对 反转 刚才的情节还不够反转吗 不够什么叫反转 反转是情理之外意料之外 比如呢 你准备好了吗 来准备 预备 预备开始 男主复活了 对于男主复活之后 男主看到女主死了 然后男主死 然后女主复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这VR不卡这儿了吗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这怎么还能有霸呢 多了多少个样 我几乎 好点了吗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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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那个老师 合着你那一千多本小说 全是按照这个套路写的呗 对啊 就是这么写 创作其实很简单 体验时间剩余五秒 不过老师 我还是想请问一下啊 你说这个套路固然有了 但是是不是这个文学修养上 欠缺了一点 这说的什么话 什么话 我要是没有的话 我没有读者能喜欢我吗 你想不想我 想不想我 想我你就听我的 你就让他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这不又卡了吧 男主复活男主死 女主复活女主死 男主复活男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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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客 这一次体验的如何呀 这个思路啊 我现在已经是完全打开了 我这个创作欲望 现在就是才死学勇了我 别说别的了 我现在要回家创作去了 再见 哎顾客 稍等一下 您这次开卡 开了三位作者 还剩一位 不用就浪费了 呃 这么的吧 我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你给我退了呗 退钱不可能 那咋整的 我这 嗯那这样 你看啊 我现在吧 已经学到了一身本领 是不是 俗话说得好 这个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 就是把自己这个经验 交受给别人 哦 所以呢 你给我找一个 现在生活的最贫苦的作家 好的 我把我这一套交给他 没问题 在系统中为您搜索一下 系统为您自动推荐了一位 历史上生活贫苦的作家 接下来为您介绍 作者生平资料 不必了 我赶时间 哎 顾客 戴好眼镜 接下来请您进入 创作者世界 请 这也太清贫了 哎 哥们 哥们 哎 你是何人呢 来来来 你先别说话啊 哎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你想发家致富吗 你想一夜成名吗 你想名垂青史吗 你能退后半尺吗 可以 哥们 我没猜错的话 就这上面这罗纸 是你创作的作品吗 正是 告诉我 叫什么名字 石头记 不怎么样 这个石头记这个名字 读者就不能喜欢 既然我来了呢 我给你支两招 你不如这个名字就叫 石头记 之女王重生 霸道总裁 疯狂的爱上我 这是何意啊 那就听这名字 读者肯定能喜欢 现在你告诉我 你这个石头记 打算设计多少篇幅 百余回足矣 不够 一百多回 你咋挣钱呢 我跟你讲啊 趁现在这个小说 没有完结 把里边的情节 给我丰富了 给我增加 比如什么 我对你的爱 已经满了 冒了 样了 撒一地了 这大可不必吧 这人怎么一点 啥也听不进去呢 我跟你说啊 你只有这么写 读者才能够喜欢 懂不懂 小兄弟 你也是一个读书人 这读书人的笔 不可能向任何人低头 倘若别人喜欢什么 你便写什么 那么你这一生 都永远无法找到 创作的真谛呀 我跟你说老弟 你现在不要跟我提 什么创作的真谛 你看你这里 现在已经是家徒四壁 所以我说啥 你拿笔赶紧给我往里寄 你出去 不地 冥顽不灵 不过呀 我在你身上 倒是看到了一点 自己曾经的影子 在我们那个年代 生活节奏那么快 根本就没有人 愿意坐下来 安安静静地去看书 你告诉我 没有人看我的书 钱从哪来 钱财固然重要 但作为一个文人 永远都不能忘记 自己手中拿起的那支笔 究竟是为何 在茫茫山海之中 你我都不过是沧海一宿 倘若 倘若为了现在的一事无忧 而留下一生的骂名 这实在不是一个文人该有的操守 贫苦如何 潦倒又如何 百年之后 公道自在人心 正所谓 世人都小 神仙好 只有金银 忘不了 终招只恨惧无多 击到多时 言必聊啊 老弟 我觉得你这个人啊 日后必成大器 我还没问呢 怎么称呼 在下 曹雪芹 你是曹雪芹 哎呀 我的天 我还在这里曹雪芹 上场课呢 先生 先生 这样 我时间呢 已经不多了 先生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个你是怎么创作的 孩子 虽心而动 虽感而发 如此便好 先生 先生 顾客 需要我帮您续费吗 不必了 老板 到现在 我才知道 我一直创作不出来好作品 其实是 我之前名利心太重了 不过现在 我已经找到创作的真谛了 谢谢你 我得回去先看书了 再见 哎 顾客 留步 留步 那个 其实今天嘛 我们书库 又新的收录了三位创作者 您要不要抢签体验一下 哪三位啊 那儿呢 他们三位 怎么收费 他们仨 五百就行 五百 那还是算了吧 哎 顾客 你要是嫌贵 我再给你便宜点 不必了 三百也行 不用 你这么的 那个海洋我送给你 好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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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通道即将关闭 倒计时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关闭 有请我们的编创回到观影区 结束了这一场奇幻之旅 我们来看看两位见证官对这个作品满不满意 浩哥 您先说一下 你觉得好的地方得意之笔是哪里 我得意之笔是它这个主题和利益还有形式 其实我也在描述我们这些创作者进行创作的一个状态 包括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可能从最开始的非常热爱 到最后以这个手段谋生之后产生的这一种自我怀疑 然后逐渐地变得麻木 到最后又回归本心这样一个过程 但是因为可能时间也比较紧 然后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哪 哪 你觉得哪不足 哪 我到我真 我说不出来呀 哥 你给我个痛快吧 给我个痛快吧 哥 没法给你痛快 我这小刀隔着我慢慢地拉 首先是套路有点老了 第二 还有很大的遗憾的地方 比如说服装上 比如说造型上 而且这个挺难的 而且你必须要回归主题 对吧 所以我觉得特别难 最后我再说一点 就是今天你特别荣幸 你是你们队里边第一个冲上去的 你不用看我 大索 你看我也不对 你不应该让晶晶他们冲 是这样 涛哥 解释一下为什么晶晶 我是觉得主题赛 就扣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晶晶呢 你看那个原本那个题 主要是讲的是移用啊 话用啊 然后最后闻有原创的这个思维 当我们刚接触喜遇的时候 我们总是模仿哪一位戏剧偶像 去模仿她的演出的片段 比如说我们当时模仿我骄傲的 模仿一年 对吧 她这个举例举得很好啊 接下来啊 我特别想听咱姐 怎么看这个作品 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命题 她的那个利益啊什么的 还是非常的切题的 只是我觉得第二番卡带了 卡了什么的啊 那番太长了 那个演员那么仰望起座 那么多长时间鼓掌吗 还是为了什么不知道 但是后来曹雨晴那番很棒 你看那个演员我看到了 眼睛里边已经都闪着泪花了 她自己都会被感染 那也感染到观众了 挺好的 刚才这个作品呢 晶晶在之前交流的时候也说 她想表达的是一个人 尤其是年轻人 在迷茫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走出这个迷茫 然后找到自我心灵救赎 和解决的一个办法 那两位健身观 有没有那些真的自己觉得 不知道怎么走出来的 那些迷茫的事儿 每个人我觉得都有一个 或者几个阶段 会是迷茫的 我也有 我从川区学校毕业以后 到川区学校五年 整整五年 全都是大龙套 一句话都没有 甚至是 就往旁边一站 老是在那唱 四十分钟你在旁边站着 开始觉得自己挺美的 觉得台下的人肯定都在看自己 因为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 最后发现没有人看你 越来越觉得 哎呦怎么办 这么下去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 都看书呗 都学呗 什么都学 什么都看 其实现在看来真的是 就做对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不要怕 就是 可能你现在觉得很迷茫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真的不要泄气 这些都是给你自己储备 就是 机会永远是留给 有准备的人 对 你必须准备这一下 我有切成体会 我那会儿小 也就 也就 刚到话语团 我们这总共是九幕戏 就九幕话剧 我 九幕里边 我出场八幕 而且我演什么呢 第一场我就是演死尸 我觉得特别适合是吧 不是 我说我演死尸 你俩怎么这么高兴呢 呦 你们的快乐 完全建立在我的伤口之上 真的 当年我们就演死尸的时候 这啪 肚子上插把刀 完了我当时还创作呢 我说我得创作一下 虽然演死尸 咱们也得演得好 对不对 那你那是炸尸 我那是啪 倒那以后 为了显示那个战场 是刚刚打完的 我故意拽着那个军刀瓣 知道拽着吗 刀瓣在上面还有碎吗 我在这轻微的晃 就感觉到这个刀 刚扎在我肚子上 人还没弄完 对吧 是不是有创意 给自己加戏 对吧 加戏嘛 趴自己死 不是 趴自己死 是因为趴一扎完了 人就跑 人就走了嘛 这个刀还会咔咔咔咔晃嘛 就感觉到这个战场 是刚刚打完的嘛 我当时特别得意 我说你看 这么多演死尸 他们都没有想法 我有想法 这个有想法的死尸 我骄傲 后来演完以后 我找到我很多朋友来看戏 我说看着吗 没看见你啊 我说我演那个死尸 战刀在那晃荡 哦 他说那个战刀晃荡 那个是你啊 我说你看到那个战刀晃荡 没有 没有 其实你每次创造一个决策的时候 都是你学习的一个机会 我每一次都让自己进步一点 我每一次都准备好 我每一次都准备好 我准备着准备 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砰一下我就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成了团队 他们的作品三位输 最后的得分情况 这个作品的最后得分是610分 恭喜你们 接下来要登场的呢 是我们的生活要校队 我们请我们的编创 来介绍一下你们这个作品吧 环珠 我站着说吧 首先欢迎大家欣赏 我们生活要校队的作品 对 好 好 好 借鉴 再见 移用画用 还有根据情境独立创新的一个点吗 其实也是在鼓励创新嘛 高考出了《红楼梦》嘛 在我看来 《红楼梦》可能就是曹雪芹 写给年轻的自己的一本书嘛 我们无数的选择造就了今天的我们 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人生 所以我的作品应该是一个 关于选择的一个本质 是吧 哦 紫贤的 姐 你知道吗 环珠原来在第一赛段的时候 她是一个就 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 她有那个社交恐惧症 告诉她好点了 那给她传一下 好多了 好 我们也见证了环珠的成长 我觉得大家还要把更热烈的掌声给她 生活最有戏千亿活君来助力 本节目由千亿活君君小宝 独家冠名播出 千亿活君君小宝 一生君就选君小宝 好 环珠老师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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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写完了吗 嗯 兴趣 我喜欢 好帅 嗯 素 可是我不知道说啥 觉得自己有偶像包袱吗 偶像包袱 咱也不是啥名人 咱就小编剧这个 本来放在创作上的经历就不多 然后你再放在答案上 那就可能更难了 对 就没法更好的服务观众了 那就很不好 老李啊 咱们那个广告方案 那个方案有写了 刚才那边吹的笔 他们在那儿吹吹吹吹吹吹吹 然后我都把你的那个方案 他都说了 没想到 哎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的好笑 他不太好笑 抛的包袱我也没有笑出来 其实都是想起研究 他确实得挑战 那个创业那一方我没看懂 因为什么就又不干了 观众说的都对了 那就改呗 那还能怎么办 你之前有做什么调查吗 就关于这个作品 那也是跟自己的经历有一些关系的吧 我们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当年选了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专业 更好一点的专业会是什么样的 最近在高考填志愿吧 然后就由此想到了 当年自己的填志愿的一些事情 有感啥吧 就写了一个这个 对 也合作了很多的好演员 有导演 都很好之前合作的 相信是一个新的友谊的开始吧 请欣赏生活要校队的作品 《悔步当初》 投票通道开启 精彩即将上演 下班 不写了不写了 天天加班 天天加班 干广告加什么班 现在谁还看广告 那谁干广告 谁是大傻子 老板 我是大傻子 我是傻子头 我是傻子小跟班 李飞我发现你现在这个工作状态特别有问题 没有没有 我说顺嘴了 天天就要回家 现在才几点啊 你看看那太阳 那是月亮吗 太阳月亮有什么区别吗 没有区别 太阳跟月亮跟老板画了饼一样圆 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幽默啊 又顺嘴了 你那个广告方案写完了吗 好吧 广告方案不写完我能下班吗 那来跟我说说吧 大风牌猪饲料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说吧 大风牌猪饲料 小猪吃了都说哎呀我好吃 得到了用户的认可 小猪说话了 小猪说哎呀我好吃 大爷大爷小猪不说话 还有一个啊 大风牌猪饲料 老猪吃了都说大师兄最好吃的 这有什么区别吗 老猪小猪那不拓展的用户群体吗 李飞明天早上啊 把辞职报告放我桌上啊 咱们今天就这样 老板 老板 干什么 招杂齐老齐眼 大风牌猪饲料 咱是不是要突出人家这个产品特点 对 真正这个崔肥快 专门写了一首广告歌 前唱一下 来了啊 去一杯天上的水 长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 爱恨不过是一瞬间 红尘里飘摇 那个吹肥呢 就让街大风吹大风吹 鸭子吹 泪看见小猪 他长得飞不飞 大风牌猪饲料 鸭子吹 粗暴不 真粗暴 到下班了 那个辞职报告我给你写 老板给个机会老板 我给你什么机会 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好好写 我能写我写 我写 我写老板 你慢走老板 老板 我写什么玩儿写 当年高考600多分 为啥要选广告啊 听说 今年高考 好像是《红楼梦》 《红楼梦》我太了解了 前考一下760分 到时候我当老板 文件夹 我咔哭你脸上 老板 李飞啊 嗯 把那个要拽我脸上的文件夹 递给我 往哪了是吧 啥时候回来的 也可以说是就没走 那都听见了 高考拢共750分 你考760分 就你考一回事 完人该你10分 可能他考突如了当时 你是不是特幽默啊你啊 这次项目特别重要 我都得拿文件看 我告诉你啊 现在已经是12点了 凌晨一点之前 必须把这方案给我交上来 哎呀 如果你要交不上来 那 你就去当猪资料啊 老板我肯定改 我能改出来 我改要改你个腿腿 当初要不是选广告 现在我当老板了 我让这哥们给我写方案 来 孙超 就大风牌猪资料 你给我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 怎么 猪脑子想不出来 上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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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妈我填个志愿你就别一直催我了 一直催一直催你 哎 这是哪啊 我刚刚不是在田志愿吗 哎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我家门口啊 你怎么在公司里边 你干啥啊你是 你是谁啊你 怎么那么眼熟的你 李飞 干啥啊 你是叫李飞吗 是啊你认识我啊 我太认识你了 你是十年前的我 你的QQ签名是不是 李飞李飞 马上起飞 不以误喜 不以己悲 用我的说唱 打到你的脊椎 行了行了行了 别说了 太羞耻了 是我 刚刚你说你在田志愿 对啊 田什么志愿 我今年考的还不错 太好 能选的专业还挺多 我打算抱一个我喜欢的 漂亮 我要学广告 哎哎哎 干啥啊 学啥都好 别学广告 当年我选的就是广告 啊 你看我现在这样 好吗 这不 除了个头 缩了点 其他都挺好的吗这不 你说啥呢 啊 这叫被生活压低的头 嘿嘿 你看这个 这你 老爷 账户余额 120万 120万是多好多有钱的哥 欠的 你咋这么欠呢 你咋这么欠呢 欠这么多怎么办呢 还来得及 你改制 别说广告了 你去创业 我不去创业 再借100万 哎哎 行行 哥 我没钱呢 我现在就去创业 听过那句话呢 嗯 在风口上 小猪都能飞起来 哎 我懂你 站在大风口上 小猪都能飞 李飞李飞 马上去飞 飞去吧 不知道李飞改专业 对现在的我 有没有什么影响 请进 你好李总 老板 我方案马上就改完了 李总 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什么老板啊 你不李飞李总嘛 昨天给我们公司打电话 让我们今天来给你做广告 我给你打电话 啊 我创业成功了 您这是相当成功啊 您现在就是我的甲方爸爸呀 哈哈 记起来了 哈哈哈 小超嘛 对对对 哎呀行行行 创业成功了 对 展开说说吧 您当年高考的时候呢 考了600多的高分 但是您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选择的创业 没想到您不光学习好 我让您把广告方案展开说说 你看我还给整工回来呢 我给您说一说 我们公司根据咱公司的产品啊 定制了一首歌曲 啊 广告就应该有小歌曲 浅唱一下吧 那我就先走了啊 来 取一杯天上的水 找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 爱恨不过是一瞬间 红尘里飘摇 你别说有点耳熟啊 你忍着大风吹 大风吹要自己吹 吹的那小猪 你看他多么飞 大风牌猪丝料 我开的 喜不喜欢大风牌猪丝料 我创业开的猪丝料 很好啊 给你写这个 改 现在回去给我改方案 刚才你不还挺起 又给我合唱了 是吗 想方案啊 接着给我改 不是你 改不出来不准下班 你好好好说呗 给我改 行不行不行 你改不出来你小心我 当心我一个文件夹 嘎我红尘脸上 是你怎么还急眼了呢 这人你这其实挺好 大风吹挺好那个 我为啥干猪丝料啊 哎 怎么样 怎么样 我这回听你的 我创业了 咱们是不是财务自由了 来你告诉我 你创的什么业 那不是你说的吗 站在风口上 小猪都能飞 我就办了一家 大风猪丝料厂 怎么的 是不是听懂你的弦外之音了 就咱这个理解能力呢 基本上也就是告别创业了 啊 这样你听歌的 老老实实的选个专业 咱踏踏实实的上个班得了 那行 那我还回去选广告 哎 别别别别选广告 这样 咱好好商量一下 你有没有想过 咱可以选一个 稍微冷门一点的专业 哎 越冷门 越没有竞争 你提醒我了 啊 你看我给不给你就完了 越冷门越好 这有点像那个电影蝴蝶效应啊 嗯 这把 应该是起飞了 请进 你好 大风牌猪丝料 等一下来 等一下 刚刚我改过专业了 嗯 我没有猜错的话 大风牌猪丝料 应该不是我开的吧 我开的啊 那我就放心了 你定的 什么 不是我定这玩意干嘛呀 你不大风牌养猪场吗 这我大风牌猪丝料 这些年都是我给你一直催一直催一直催吗 明白了 反正猪是照不开了 那这猪丝料给你放这了啊 不要 不吃拿走 你已经是瞎说了 你不吃这你吃啥呀 你说啥呢 不是那个不吃这你猪吃啥呀 你说什么玩意 你礼貌吗 我这个 我这个 你看消失错也就消失了 你盒子都给你按了 你可以干啥至于的吗 消失 你看你怎么又鸡眼了 我为什么要说又呢 哈哈哈哈 真有意思这个 真奇怪 来 出来来 给我出来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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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什么转业 嗯 选择什么转业 畜牧养直啊 这么冷门吗 那不是你说的越冷门越好吗 那可真冷门 这样啊 能不能不要再和猪打交道了 又不要猪了 你选什么专业都行 绕开猪就行 行 绕开猪就行 行 绕开猪就行 明白了 但是哥们 您走前我得送你句话 你说吧 你这个人事是真多呀 我是 咱俩不是一个人吗 小李亚 咱们这个大风中间 中介公司这么多业务员 就数你最没用了 老 老 老老老板 啊哈哈 该上中介了 这把可以啊 中介行啊 猪 总算是房住了 咱们这个房租啊 也没完全房住 就数你收不上来 你说这房租收不收了上来 跟咱有啥关系 你是忘了咱们公司的宗旨了吗 遇到那种不交居金的房客 你要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要压直吹压直吹啊 你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了老板 要压直吹压直吹 压直吹压直吹啊 要压直吹压直吹啊 奇了怪了 改了这么多次志愿 猪绕不开 吹绕不开 这哥们好像也绕不开了 哪儿出问题了呢 哎 怎么样 怎么样 是不是我又选错了 我这就去改 别改了 你没错 可能是我错了 不是 我不该 干涉你选志愿 那这次我选 停 选什么志愿 你自己决定 那 那我回去了 哎 又怎么了 你记住 不管选什么专业 过得开心一点 你也是 过得开心点 老李啊 咱那个方案呀 他这个广告 他就是 等一下来 等一下 这把你是 老板 咱俩非得这么打招呼吗 我告诉你啊 那个广告方案不用写了啊 就是刚才 他们那个假方吹得特别急 他们在这压直吹压直吹 我就把你的想法给他们一说 没想到 他们同意了 同意了 这个方案咱拿下了 我告诉你 今年年底 你的奖金给我翻呗 真的假的 那当然了 如果你继续这么好好干 再过两年 咱俩一起干合伙人 哎呀 天呐 不是花月了吗 这什么瞎说的 我告诉你啊 庆功宴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咱俩赶紧走一块喝两杯 那喝酒我不去了 不去能行吗 其他同事都到了 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了 咱那压直吹压直吹 你呀就赶紧收拾收拾 我下去开车 马上来啊 吹呢估计是绕不开了 压直吹压直吹 谢谢老板 李飞 李飞 我生 我 李飞 李飞 感谢生活妖校队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 投票倒计时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 关闭 哎呀 我刚才在现场的时候 听到我们的观演席里边 大家的笑声是此起彼伏的 这个作品呢 是用填报志愿的这种方式 讲的是一个人 面对人生的重大选择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想问一下涛哥 看完这个作品 您有没有共鸣 邓老师这回必须要先说了 刚才我已经说完了 这回邓杰老师 还是您先说 说吧 我觉得表演挺好的 很多那个小包伙都挺巧的 每个人物出现的时候 好像有点硬 你觉得谁演的最好 这三个人里 就那个小伙子演的挺好的 你看滴水不漏 这个我兴奋了 环珠 我跟你讲 环珠 你这回让我有点惊喜 其实这个作品不好写 而且你这个包袱套包袱 前面铺完了 后边能翻起来 都很巧妙 但是我要说一点 第一次柜子打开 这个柜子打开 建立的这样一个新的规定情境 我要把这个墙设定给观众的时候 我一定要什么 清楚 而且尽量的让观众能够瞬间代入感进来 就这一点现在不够 这个设定是设了好几次 设了第二次我才反应过来 因为我们这个本子一开始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们本子是有大的三次改动的 他们已经是很棒的演员了 我们今天是最终是8点才写完的最终的稿 他们能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把这个小品完成到这么高 我觉得他们已经很伟大了 你看 我发现环珠不但创作能力提高了 环珠还特别的善良 而且你还会说了 不不不 真的 我跟你讲 海洋 我们真的应该给关注他们这个队 谷歌掌了 你还要你换点新词 对不起 我真的想说两句 其实在这个本子很多包袱也是演员们 和我们的团队们 大家一起 共创 共创的一个力量的 一个很棒棒的一个东西 大家对我帮助很大的 我 不是 不说了 不是 等会儿 等会儿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我觉得 我觉得生活没有完美的事情 即使它有点缺憾 它也是生活 那生活需要 上哲理了 上哲理了 我觉得录到我们第三赛段了 我是觉得环珠是我认为 她的成长速度最快的 而且我们看着她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她不但是一个好的编剧 我觉得接下来 她能成一个好的主持人 姐 在人生当中有没有哪些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 在那个当口的时候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我还是讲我当初就是红楼梦的事 因为我当时在川剧演五年都没有戏演 这个时候就红楼梦到成都来选演员 那我就去了 当时我们那个川剧演的领导就不放我走 就说我们马上要出国演出 我心想出国演出我也是跑龙套啊 我可以不去啊 我可以放弃啊 后来我就去我们那个院长家里 就是非要就坚决要去去这个剧组 不管说你现在都没定演什么角色 也可能演一个小丫鬟 那我也要去 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我做出的一个 很正确的一个选择 如果没有那时候你的坚持 可能就没有后来经典的 王熙峰这个形象了 因为这个王熙峰 我自己的人生确实有很大的改变 如果说某一天 某一个年龄段的自己来见个面 说句话的话 你们会说什么 我觉得就是要敢 要勇敢 我对我的孩子 我就是跟他们讲 什么都要敢自当头 首先你要敢想 敢做 那你才有可能实现你自己的目标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经历 所以我觉得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过眼烟云 你回忆起来 你会觉得得到的东西 你很快乐 你没得到的东西 没有办法 对吧 你也不要去遗憾它 你就觉得我人生 走到今天这一步 必然 完了 喜乐地面对 如果能把自己的经验 传给下一代 尽量传 下一代接受不了 也不要着急 因为他也一定要精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生活药校队的这部作品 《悔步当初》 他的得分情况 最后得分是630分 恭喜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 《长江后浪》队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演 加油 我的切入点是关于孩子的教育 因为特别巧 今年就赶上了我的女儿明年要上学了 觉得好像这个题目更贴心我的生活 之前住的小区里边有一些邻居 也是保爸保妈我们在一起 会经常地聊天或经常地去探讨 他们就是我最好的一个生活素材库 进入第三赛段之后 整个赛制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就跟杜鹏洋老师 沈脸老师还有活活老师 形成了一个小分队 整体上来说 比第一轮和第二轮的创作会更开心 因为大家伙之间会有不同的想法和思路 然后大家伙会经常地去碰撞 去聊去探讨 中间是就三点 你说话根本拍不到你里边的人 要不后面你圆不上 走完台之后呢 就是又要经历一次痛苦的 从头创作 因为退倒了 又一次退倒了 这一轮的作品 目前已经写过六稿了 我跟你说 您是真的是我们这里写的稿 没想到我再来说 谁这次写的最多 应该是终于亮亮 同一个话剧演员 然后过渡到一个喜剧编剧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我来说其实特坎坷 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其实就叫落地和执行 脑子里边可能有些特别好的想法 但真正落实到人物上 落实到演员身上 落实到文字上 总是你会感觉把握不住 虽然在创作过程当中 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波折 甚至叫崩溃的瞬间 但是我还是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心态 去学习和观察人其他老师的优秀的点 希望自己能够学到更多东西 看到更多东西 然后对喜剧有更好的理解 也希望大家能看到 我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是有进步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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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欣赏长江后浪队 给我们带来的作品 《那些花儿》 今天我们家长会的内容 就是这些了 请李文斌 欧麦娜 蔡小花 王友庆的家长留一下 这个黄老师到底怎么回事啊 把咱们几个家长留下来 他人怎么不见了 给我们留下了 也不说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黄老师什么意思 我得去找他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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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找他了 我都突然打听清楚了 什么呀 这个配色 你找的这个人靠谱吗 你怎么说话呢 我找的那可都是大人物 那大人物怎么说 大人物说 他们家保姆的 妻舅妈的 什么儿媳妇 正好在咱们学校做一些工作 什么工作 厕所清洁 那是大工作呀 在厕所门口看到黄老师 和校长在说话 说什么 他们好像在说 咱们四个孩子的事 你说的具体点 具体一点 那就是黄老师说 咱们四个孩子 很危险 很危险 哎呀 难道是我们家文斌又落选了 下个学期的班长当不了了 oh my god 难道是我们家 oh my na 这学期没有当第一名 不对呀 我们家小花挺好的 他能有什么危险 是不是跟人打架了 打架了 那我得去看看 哎呦 来消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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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说了一个新词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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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规划 不管我们做什么工作 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 规划呀 是必须要提前做的 哎呦 您是在什么单位工作呀 咱俩家子好友嘛 来来来 规划 我女儿娜娜 二十年的规划 我都已经给她想好了 胡说八道 我没说你 你 我们家小花没打架 不危险 不危险 哎呦 又来消息了 说什么 免水冲泡 干吃即可 不粘牙不呛口 君小宝 哎 说什么呢 这事好像不对 不是这事我再看看别的事 别人说了 黄老师的原话是 如果不现在给孩子做好规划 那么孩子的未来很危险 规划是什么 嗯 什么是规划 不惜办 一语中递啊 规划就是 不惜办 对啊 那我就抱个班去 又抱班去啊 又来消息了 哎呦 哎呦 来来来来来来 黄老师说完话之后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指了指 一根手指头 指了指 很明显呀 黄老师伸到这根手指头 他就是一个指挥棒啊 他在指挥医啊 在挥医啊 所以说啊 黄老师是暗示 让我们家文斌做好班干部 领导带头工作 所以我请各位家长啊 在下学期的这个班长竞选当中 还是投我们家文斌一票 好的好的好的 我说 第一名 不好 又不好了 不好 来来来 先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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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穿过气 不好了 你慢慢说 黄老师 刚才他这个 两根手指他 不是一根吗 你找这人靠不靠谱 靠谱啊 是他看错了吧 我看错了吗 那我再看看去 再看看去 我看看去 什么事儿了 愁死我了 这么快 各位家长 坐下 好好好 黄老师 坐下 我们几个家长 已经讨论过了 我们已经充分领会了 您传达的这个精神 什么精神 暑期的补习计划 如果不规划好未来 那么会很危险 是这样吧 黄老师 不是 这是我传达的 那当然了 下个学期文兵的这个规划 我都给他做好了 做班长 当班干部 嗯 门门拿第一 争取上重点 我们家有情一样可都不能少 是这样的吗 黄老师 我 黄老师 你说话呀 我我我我我 各位家长 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哈哈 哈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 我想说的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为孩子规划的未来 到底是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那当然了 他们现在的条件可比我们小时候好多了 你们让孩子现在的压力太大了 这样下去很危险 那您这一根手指头什么意思呀 我的意思是 家长和孩子一定要多沟通 那两根手指头呢 那是你看错了 行 就算我看错了 黄老师 您把我们四个人留下来 到底是干嘛呀 对呀 啊 其实吧 学校最近办了一个活动 主题是 我最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 我觉得你们几位家长的孩子说的 很有意思 所以让你们几位留下来 主要呢 是想让你们 听一听 我想去开升旗 去登长城 去游泳 我希望妈妈也能休息一下 就是 能不能不要让我在假期里补课 我想多读书 好好学习 天天 天天 其实 其实 其实我也很想能推出玩 但是 但是我不能 不能让我妈失望啊 嗯 嗯 那个 我想出去玩 我想吃遍祖国歌地的美食 长大 我要做个美食家 可是 我爸妈太忙了 他们没时间陪我 所以 我要快点长大 嗯 我想做个演员 可是 爸爸一定不会同意的 他想让我去文化课 说 学艺术都是没有什么用的 可是 听妈妈说 爸爸其实以前 谈起他的样子超帅的 小花爸爸 刚才 孩子们说的话 你们已经听到了 那么接下来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孩子们说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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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兵 爸爸想跟你说 不管你去哪儿 爸爸都一直陪着你 娜娜 妈妈觉得 只要你快乐 开心就好 不需要门门考第一 这孩子 你想吃啥 你跟爸爸说 爸爸给你做 不需要 黄老师我还有话说 你得记下来 投票到底时 三 二 一 投票通道 关闭 请我们的电创回到观演区 谢谢 金梁刚才看您舞台上这个作品的时候 两位见证官表情都挺复杂的 邓杰老师 对这个作品您的感受是什么 有共鸣吗 好像这个结构过于简单了一点 作为一个小品来说 简单到就是每个孩子的一番话 就所有的问题都化解了 我觉得是有点太简单了 明白 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小品 所以要这么去简 反正我觉得 我们那个时候都不这样 明白 刚才邓杰老师说的这个问题 我们肯定是虚心接受的 也觉得特别的对 包括我们自己 现在在看的话 也会觉得问题有很多 比如说人物见利不真实 比如说结尾的煽情很生硬 但是合格于我自己 现在我们是在极限操作一个东西 就目前这个结果 在心里是能打80分的 你们给你们自己打80分 对 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说你们强调了一个客观存在的 这么一个理由 我们这几期一起在一起 我们看着你们一点一点的成长 你们曾经也出现过很好的作品 刚才我觉得邓老师说的这个特别关键 我们是不是要寻找一种小品的所谓的表演形式 我们是演小品 我们在搞笑 你看我们要这样演 我们要那样演 我骄傲 对吧 我骄傲不是这样的 我是有人物的 你比如说你我骄傲 你要放在邓杰老师身上 你不合适 邓老师你他演那么好 上来我骄傲 人家不接受 我也个保安 很质朴的一个小伙子 上来以后 我的工作不一般 为业主安全来把关 你要问我是哪一个 顶天立地一切保安 我骄傲 他很正常 你这个人物他就适合 但你换在别人身上 你就不适合 你老爷子唱金句 他得唱我骄傲 他不合适 他是要有人物性格 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你们的是 就是我们在对作品的把握中 是不是过度的去渲染 这样的东西 没有人物 什么都不是 没有规定情境 什么都不是 演戏演什么 演的是规定情境 演的是交流 演的是判断 今天我觉得 我们要谢谢邓杰老师 他说得非常好 谢谢啊 来吧 弟弟下次再努力 其实金良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你们这个作品想体现的是 很多的家长为了孩子 无所不用其极的 给你报辅导班 给你去做各种人生规划 和我们的刚出生就规划 他结婚之后孩子取什么名了 是这个想法吗 我就想问一下 宋阳宋天社这堆父子 他出生的时候 您给他做了什么规划吗 坦率地讲 我在那个阶段 真的做得特别不好 就有一天晚上 我也是回来挺晚了 就白天排戏什么的 当时他妈妈也不在家 人家老实说 一定要跟家长商量 谈志愿的事 我当时完全就不懂这个 还什么 我自己想吧 我说你爱报哪 报哪 因为我爸那天有演出 然后演出回来以后 我说晚上您看一眼吧 学校说要报志愿 咱一块商量 我爸回来就说 这事你干嘛非找我呢 辅了我一顿之后 我就给同学打电话 我说你大概给我一个 这个学校的 从好到次的名次 我就按着那个 从好到次一个一个填过去了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我说填完了 我说您签一次吧 当时签以后 你看你看 你自己也能干了 对不对 你非得等我 但你没想过 其实正因为 你们家老爷子这么做了 才锻炼了你独立思考 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是 但现在我回想起来 我觉得倒也还好 我当时觉得做得对 现在觉得做得不对 我觉得您也没有必要太自责 后来他自己弄得还挺好 如果您要是真的中间插手的话 也未必那什么 是不是 我在就是 起码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 我在的时候 基本上好像都是他做得住 包括他考这个中系和经济团的时候 那当时其实我是想让他继续唱舞声 但是他呢 他说我也有想法 我说那你就按你的想法 所以他就考了中系导演系 是这样的 我在想 现在有很多时候 不论是孩子的教育 还是我们自我的成长 有时候我们太急了 我们总想去速成 但其实人生就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而这个生活本身 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不管是读万卷书 都是有意的 就比如说 君小宝 对我们的健康肠胃就是有意的 生活最有戏 千亿活君来助力 本节目由千亿活君君小宝 独家冠名播出 千亿活君君小宝 一生君就选君小宝 鼓掌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长江后浪队的这个作品 《那些花儿》 最后她的得分情况 《那些花儿》 最后她的得分情况 最后得分420分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三部竞演作品 最后的得分情况是什么 我们来回顾一下 生活药校队630分 成乐队610分 长江后浪队420分 再次恭喜三团队 我们来看一下 积分排行榜的变化情况 我们积分排行榜当中 前五名的编创 将会进入到 我们最后一期的 收官盛典的录制当中 共同来争夺最佳编创的称号 下一期呢 依然是我们第二赛段的 团队积分赛 我们将会迎来新的主题 我们的编创 又会给大家带来 什么样惊喜的作品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编创们也要加油 欢迎来到生活最有戏 有请重量级见证官 我们让编创直接走上前台 正面对抗 您关注的新闻和话题 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 十一组编创三大赛段 花式敬演 每一个好故事的诞生 都离不开退后的灵魂 就是自己的生活嘛 新的舞台形式 非常实验性的 一波三折了 下了很大的鼓 天南海北的创编快乐集结 二位一直在乐就没停过 我想说我特别喜欢 你的那几个设计都很精彩 编导演高度一体 就是不乱拍嘛 反正也是不乱的 觉得无序 说实话没有让我笑得特别 无惧创作挑战 拒绝千篇一律 这一次以生活之名 完成极限创作 以梦想之名 绝出最佳编剧 最佳编剧 他释放自己 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 欢迎来到生活最佳戏 第三赛段团队积分赛 第二次竟然 甭想买瓶杀虫鸡 没想到给我油瓶养鸡 哈哈哈哈 这个腿呀 我看见腿伤了是不是 这样不行的 对委托人伤害太大了 咱们得解决眼前的问题 在喜剧上弱了一性 那么我要加强视觉感